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宗成 我今天是2020年12月3日 我一直在有一个想法 我是在高中市左营区建业新城153日出生 一直到后来被军方破迁 因为他搞什么什么什么法 然后文化局又不接收 说没有钱整修什么的 都是狗屁的理由 那我就在想到一个问题 所有眷村人 因为他们经过战乱 炮火余生 所以老一辈的军人都希望说 就在那里面终老 但事实上有很多人都在那里终老了 先父在我们老家去世的 先母也是 先兄也是 三个人 那剩下我们第二代有五个 中间去世的一个剩下四个 那我们的下一代也在那里面出生 我的孩子都在那里面出生 童年都在那里面过的 我姐爷的孩子 我哥哥的孩子 通通都在这边 都对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深厚的感情 因为他们小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最好的环境 这环境里面有很多公共的资源 你可以到体育场去运动 还有游泳池 旧的游泳池封闭没有关系 还有其他游泳池 最重要的是有人有人在教他们这些沉船这些活动 比如说以我来讲 以我来讲我的游泳的牌子很多 然后很多活动就是后面这个纸上都有 那这些东西都是要有场地 这场地就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就有 因此他们从小就获得了这样子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很好的资源 所谓经营是什么呢 经营就是把现有的资源发挥到极致就叫经营 而不是说我要去买羊枪大炮 买来干什么 你要去做什么 全都是用买的 为什么你自己不能够自己做呢 就像我们上一代的父母亲万能的 什么都会做 父亲也是能够上屋修屋 能够到那个去逃马桶 他都能修个电器什么 那母亲那个孩子的衣服都是 都是不是不买成衣 全都自己做的 打毛线衣什么玩意都会做吃的 可以说他们上一代的人都是鲁平顺 都是那个无所不能的 可以这样讲 那个十八字手的观世音菩萨 那我们到我们这一代难道就不行了吗 我一向不认为这样子 我们小的时候经历过那些东西 我都会传承给我的孩子 孩子辈 包括我那个亲戚的朋友 亲戚的孩子 我都会这样 这就是所谓的文化的传承 那传承要靠什么 靠人 你能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西吗 那刚好在下就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那我就在想 那我们像以仙父 仙父那一代的人 他们已经逃难 像仙母来到台湾之后 住到我们这个地方之后 他就再也不想去哪里了 我们海军曾经办过 那个暑期预留活动 就像眷属都可以坐船 那我当时因为仙父的关系很好 所以那个我们要登记这个到澎湖去旅游 这个两天一夜的夜行 这个严格讲起来是应该是一天一夜吧 就是晚上集结然后上船 第二天到澎湖 然后玩一天之后晚上又坐船又夜行回来 等于两夜等于两夜又是夜行 早上凌晨的时候 因为速度很快 所以天还没亮 就到了码头 走进军港码头 然后下船的军机都帮我们送到管理站 再下来 所以是一天两夜可以这样讲 那仙母我们当时有机会去 我就鼓吹仙母说 我们再出去玩一下怎么样 仙母打死不愿意 因为他很害怕坐那个宗志号 运兵船 因为那个以前他们逃难的时候 坐过那种船 在船上面又陷水又什么 又呕吐 他又怀孕嘛 当时他带了一个 我哥哥当时一岁 我大姐当时在他肚子里面 那先生不在 因为我爸爸在另外一条船上 他们是逃难 来到台湾 还有大乡小乡的 那这个 这样子来的 所以他们不愿意再重温 这个不愉快的恐怖的过往 所以他都不愿意 所以仙母到他去世为止 坐汽车 不管坐公车做什么 他都很容易呕吐 晕车 嘔吐 所以他要出门 是一个很痛很难过的事情 我记得我小时候 每一年过年 我父亲都会带我们去 去访友到高雄 到哪里到那齐晶 他有那同事在齐晶 我们到过齐晶 还有到高雄 那个什么厚德福啦 狗布里啊 这些东西吃饭 吃管子 仙父很懂得生活情绪 我都记得 当年我们去的时候 那时候那时候我很小 仙母那时候大概 那个才四十多岁吧 还是四十出头吧 我们当时不是坐公车去的 我们是坐三轮车 人力踩踩踩三轮车 因为那个三轮车做的吹风 不会呕吐 而且那个 如果你嫌那个三轮车 再怎么也快不了了 简单讲就这样 所以而且在 他在大陆的时候 也做过黄包车 做过那些啊 年纪轻的时候 可能因为没有那个逃难的经验 所以不会 不会让那个不良机 重叠 因此可能 坐了三轮车 他还可以 他还可以愉快的 因为吹了自然空气嘛 速度 而且就是我们这三个人 坐在后面 我爸爸 我妈 我 那我可能 可能是坐着还是蹲在那前面 我都忘了 反正 这些愉快的经验 我现在年纪大 年纪越大 越常常 这个入梦 入梦来 那我就在想 我们住在那边 住在那边的时候 先父非常非常的 那个 从军中退役以后 他也在民间 在在在行医 那每天也都是回到 回到家里面来 那整个的生活的步调 全部都是在这里 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圈 什么 不管是以前的那个 海军很大 所以各个单位 可能在 现役的时候不认识 但是至少 大家互相都有认识的人 所以都很容易 海军以前是个大家庭 而且退役以后 大家不分什么阶级的 而且先父是因为是一个军医 所以也在我们家里 是没有阶级观念的 那这些东西就是 他们事实上 他们像我们家是工地之间 是自己花钱盖的 只是工家的地 那我们希望的 最理想状况就是 你把这个地 军方把地交给国有财产局 国有财产局来拍卖 或者是说 旧地 像以我们来讲 优先成购 因为那个房子是我们自己店 地上物是 产权是我们的 只有那个土地 是属于国有财产局的 那很简单 那我们就把它合法化 国有财产局卖给我们 而且那个地方 左营这个眷村这个地方的 房地产要炒实在的时候 完全不懂 我可以直接用一个 中共以前那个韩战的时候 一个标语 向我开炮 因为左营海军眷村这个地方 以前是 左营是海军最大的基地 就是左营军港 日记时代的时候 美军轰炸过 那现在这也是一个军港 停了很多军舰 这是很重要的基地 那你今天 如果你跟中国大陆 那个要打仗的话 那中国大陆的飞弹 一定是锁定各个军事基地 左营军港一定是其中 必选之地 就像日记时代 美军轰炸了 把很多日本的军舰 炸成在左营军港里面 大家在民国38年的时候 来接收的时候都是这样 民国42年的时候 先附那条军舰叫永胜 到日本横须鹤去修船 当时的左营军港 都还没修好呢 所以军舰还要到日本去修船 还有的国军的这些 是在菲律宾去修的 因为菲律宾也有美国的海军基地 他们 日本人 日本和菲律宾无偿借用给美军 因为有了美军在 就有保镖 那再提外话 所以说在左营这个地方 想要炒作房地产 你就要注意 你要住在那边的人 就要报必死的决心 为什么 飞弹来了一定是打左营 简单讲 你要住在那边的人 都是像 中共韩战的电影 叫什么东西 有一个小说人物叫王晨 王晨就是一个炮兵观测员 因为炮兵一直没打对地方 最后他就用无间店呼叫说 他用打旗宇 要他的观测员 炮兵的观测员对他向我开炮 直接把我打死 我就在美军的阵地附近 结果真的一个炮过来 电影是把他打死了 壮烈成人 但实际上这个人没死 真实人物没死 他被炮弹证昏了 后来被俘虏了 俘虏了之后 送回 最后他投降之后 俘虏后来送回大陆之后 他还被审查 还被很惨 战争英雄反而在中国大陆 被斗争的很惨 因为人家说你投降过 为什么不自杀 你看他值不值得自杀 好 OK 我常常在讲说 我的影片里面就在讲说 现在不是搞了很多活动吗 叫什么东西 我们的左营眷村 不是有什么东西 叫做 有些名堂 那些名堂我不用讲 那个内行人 你就知道了 我当时就已经预告过了 这里没有繁荣的条件 你只有寻优仿胜 就是你对那个旧的社区 旧的这些人物 你有兴趣 主营眷村 只有这个条件 就像你要到云南去 你要看什么新玩意儿 你要到看新玩意儿 你到上海 你到北京去看 到广州去看 到深圳去看 你要想看那民族色彩的东西 你要到越偏远的地方 越有 你要到云南 你要到西藏 你要到四川 你要到湖南 某些地方 或新疆蒙古 那些地方 你能看到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情 那你要到 你要看新建 我刚刚讲的那个北上广深 那才是你要看新建的东西 眷村不是新鲜事物的地方 而是旧有历史 你要看历史来这边 那这边的人 因为他以前这个从军之前 可能大部分都是农家子弟 先富就是农家子弟 所以他们农家子弟 到了中老年退休以后 他们非常的安土中迁 他们不愿意再移动了 尤其是我们家工地之间 没有花政府军方一毛钱建的房子 就在那个地方建的 从最原始 买了原始的房子 后来民国56年的时候 被台风吹的 最后垮掉了 所以才建了水泥的那个砖瓦房子 以前是土的 土造的 跟农舍一样 那后来那个 现在有某个单位 某一个搞文化单位 说这个什么 搞个什么 什么靴头 说什么那个 让那个 有梦的人 来这边竹梦 原来说 签约三年 后来发现到三年 三年你屁股都没坐热 就要走人了 你房子都没整好 而且你 你现在把那个旧的房子 漏的房子 你把它整好之后 你又要搬走了 你花了那么多钱 人力物力财力时间 通通白费 后来说 那三年太短 五年吧 那五年发现到 我以前就讲过了 这边不可能 建立一个新的文化 也不可能 建立一个什么 这个 重组成一个 新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聚落 为什么 因为你的邻居 你都不认识 就算你认识好了 你跟他不同行业的人 就像那个 同样都是牛 叫牛的 有犀牛 有水牛 有黄牛 还有天牛 都是牛 但不同类 完全不同类 水牛跟黄牛 不能交配 也不能 基因不一样 那天牛 是一个昆虫 它只是叫牛 那犀牛 那犀牛跟牛 也不是一类 都叫牛 你只是 胡乱的 把一堆人 弄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以前 卷传里面 因为它的同质化 它的背景 它是非常接近的 不管是 你从中国大陆 哪个地方来的 你的方言不通过 都没关系 但是他们的 那个基调都是一样的 以前都是 都是那个 都是爱国反共 所以他们 才占了这个地方 那占了这个地方 有的人说 站错边了 那有的人说 很多人 大部分人不承认 不会承认是站错边 因为 如果他们在大陆 可能早就被斗死了 不斗死也被饿死了 三年饥荒 后面又那么多政治运动 真正的那个中国大陆 现在的富江康呢 是从邓小平才开始搞的 之前那是有多么贫穷落后 所以中国大陆到现在 包括这一代的年轻人 都认为中国的希望 还是在台湾 为什么 台湾是三民主义的模范省 建设的比大陆 任何一个地方都好 而且言论自由 各方面自由 当然言论自由 这个是一个问号了 因为中天电视台 昨天才有人自焚 在那前面自焚 那我们这就是什么 无恒禅者 我当时就已经讲过 无恒禅者 无恒心 我们为什么 对那个土地 这么的爱恋 这么的珍惜 这么样的眷恋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生一丝 长一丝 对那边的一砖一瓦 一鸟一木 一草一木 非常之清楚 我说那边的生态 我都可以导览 什么都可以导览 为什么 因为那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生长的地方 你一个外地人 你来这边住个三年 你能够怎么样 或住个五年 你能怎么样 你什么也 你什么都不认识 那如果说 你找到一个人来 里面住 可能他说 我是这边的自身居民 他可能住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我在里面住了六十二年 出生就在那边 那我看到了 这就是长海商田 三亿其主 五亿其主的地方多了 所以这就是 有的人讲 卷则为什么会有自己 比如说一百号之三十 怎么会 同样一个房子里面 还有三十户住在这里面 原因就是 他已经不断分割 不断的有人走 所以才会这样子 在最后那个地方 如果说一户里面 有三十 三十家人住在里面 怎么可能 就是一家人 甚至还有的人 把隔壁买了以后 便打通 变成两户变成一户都有 各种的都有 那这些人都是 现在人在那边商业炒作 如果你要商业炒作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如果中共要发射飞弹 它一定是打左营军港 有的人就很担心 万一发射原子弹的话 恐怕连整个左营都毁了 不要说左营毁 连高雄都会毁掉 因为它那个爆炸威力 要看多大了 那另外一个 那会不会物色呢 二十大战的时候 连日本人盖的军建设 建议县城都曾经被轰炸过 原因因为它认为 那么整齐的房子 是营房 里面有住的军人 所以它就轰炸 但是我们家那里没有 因为我们家那时候是农舍 题外话 所以什么三年五年这些计划 在我看来都是觉得很好笑 为什么 因为五年已经快要到了 现在大家恍惶不可终日 原因就是这样 再来大家再也不肯投资什么 要做什么 事实上根本不需要投资 你就是富旧如旧 你把那个旧的房子 你修的就要像旧的 但是你没有蓝图 你怎么富旧如旧 而且人家在前面那一手 人家早就已经改得不像样了 不是日本式的 而且就在日本式又怎么样 有什么日本故事吗 没有 有什么人可以讲 顾旧的故事吗 没有 一个没有故事的地方 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 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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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三遍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政府 很多措施 都是自以为是 明明知道错了 他不改正 然后明明要坚持他的那套东西 所以坚持他那套东西 无非就是为了一个字 钱 谋财 就是这样 那我讲过了 我要维系军眷村文化 所以我们把建筑物留下来之后 我们再花大钱 用政府花大钱之后 再来整修这个房子 花钱吧 那就要什么 就要去议会去 编列议算 议会 因为一党独大 所以马上通过 问题是你要把这房子修了 要干什么 你原始住户 你把它赶出去 然后你现在要干什么 你要搞什么新风事吗 你还是要搞什么东西吗 还是要冲街大户吗 这个地方非但来的 就会毁灭的地方 OK 然后再来 编列了预算之后 因为你继续 已经编列预算了 有预算 所以隔年每一年都要怎么样 要消耗预算 然后就要什么 浪费工厂 所以就会办一些 不三不四的活动 在一个地方 这情绪就像说 你今天跑到原住民地方去 你要跟他们介绍 我们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 我们要在这边办一个什么 原子能的演习会 有必要吗 为什么 为什么要在这边办 消耗预算 为什么要消耗预算 要浪费工厂 才能够获利 才能够中保私囊 这就是当今政府干的事情 以上 吴宗神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去想到说 为什么建村的这个问题 大家都不去深刻探讨 为什么 只有当事人才会深刻探讨 那简单讲就是 安土仲谦的传统思想 安土仲谦的原因就是什么 无恒禅者无恒心 他的恒禅就在这个地方 他没有恒禅 他怎么会跟你拼命呢 守土啊 所以我说过一句话叫做 没有家哪有国 你把人家的家都毁了 你让人家无家可归 他管你什么他妈的国 就是这样 以上吴宗神跟各位分享 谢谢